比賽開始 爸爸們七手八腳包尿布 認真程度一點也不輸給當媽媽的 換進夫婚節 並鼓勵男性參與家事 新北市秘書處特別在四府二樓幼兒園 舉辦熱鬧又鬥趣的包尿布大賽 邀請副市長侯友宜與新手爸爸PK 雖然侯友宜包尿布的速度並不快 但卻從中體會濃濃的親子關係 都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替我們家小朋友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在包尿布第一個不熟 第二個壓力很大 第三個不知道怎麼哄小孩子 所以當一個爸爸 要幫小朋友包尿布 其實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過可以藉著包尿布跟小孩子 親密的互動 有一個非常愛得溫馨的一個感受 比賽結果出爐 侯友宜一一頒發禮券給前三名的軟爸 並祝福他們父親節快樂 同時也呼籲所有的爸爸們 要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 每次就早點回家 與家人共進晚餐 爸爸節的當下 我們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跟我們小朋友之間的感情 所以爸爸陪伴我們前家是最棒的爸爸節禮物 所以記得今天所有的爸爸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就回家吃晚飯 享受家庭幸福的快樂 透過這次活動 秘書處希望能號召爸爸積極參與寶寶的基本教養工作 不但可讓寶寶感受滿滿的幸福 也可減輕媽媽的負擔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努宏採訪報導 負擔